年底就要登场七合一选举了 那在嘉一市长方面 蓝营方面呢 民调最高的清府会前主委陈以珍 在今天上午宣布参选 不过外传他是马英九 跟金浦聪清点的战将 陈以珍也做出了回应 我在离开清府会的时候 确实总统有关心过我的生涯规划 那我也明确地跟他表达我的态度 我也没有接受任何的安排 而且没有去任何的公职 所以就是回到民间这样子的方向 做老师写作等等 做公共服务 若是青年 但是我现在就是意识到说 我觉得台湾公民的力量 已经非常的巨大 但是我们更需要政府部门 在政策上面的一个结合 所以我觉得应该回到体制内 我要争取大家的支持 然后来做一些展现力量跟改变 所以我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决定回来服务参选 面对党内初选 还有市议员张秀华 以及郭明斌竹 但是陈以珍民调高 预料应该是可以顺利出现的 那么至于在绿营方面 则以突醒者民调最高 如果最后是由陈颖珍对决突醒者的话 那么将会是一场舞舞波的激烈选战